雅俄瑞科技集团被控违法席金15亿元 调查局查出席金成员不法警察、李长等公职人员 今年7月搜索约谈集团主嫌陈志彪 总监洪明秋、桃园市龟山警分局警员黄文黄等6人 检方训后向法院声警机获准 台北市调查处追查又发现 陈志彪共有二大下限 除洪明秋外、另个下限郑明旭竟在陈收押后 持续对外吸金 今年8月还拿吸金奖金靠赏数百名干 前往菲律宾马尼拉旅游 完全不把检调放在眼里 调查局台北市调查处今天在台北、新竹等地发动第二波搜索 共搜索7处立点、约谈郑明旭等4人到案 正否认吸金、清北的检署附训后依违反银行法 向法院声压陈 其余三名干部分别以5至20万元交保 调查局今年7月27日发动首波搜索 分别在陈志彪、洪明秋二人家中扣的现金 8,794万元、令查扣比特币129颗、以太币345颗、市值4,125万元 估计不乏所得一亿三千万 红明秋购买的马沙拉地运动休旅车 劳力市水轨前水表也一并查扣 据了解、陈志彪旗下有红明秋、郑明旭两个左右手 调查局上次针对红明秋的部分进行清查 经过绿扣押物 发现郑明旭以2万美金为目标 干部只要拉客户业绩达2万美金 就可享受一人免费游菲律宾 4万美金就可两人 离谱的是 郑明旭明知陈志彪、红明秋已收押 不但没有收敛 人骨吹干部持续吸金 检调查出雅阁瑞科技集团疑似套取运动国彩赔帅落差盈利 换算年利报酬高达180% 还抢大氏族热推出氏族配套 称两个月可获得40% 或用美金购买比特币投资套餐 可定期获利位又因 一年多来用多层次传销手法吸金达15亿元 桃园大华所警员黄文黄 台北市北投警分局大屯派出所证诱人 一度被检标怀疑是集团上线陈志彪、红明秋二人为靠场干部 还承诺靠近优良者可获赠BMW一辆 正为换免费名车 判命拉下线入会 果然获得BMW5系列名车 价值近300万元 亚额瑞科技集团吸金15亿元 集团主先拿钱买超跑修率炫富 记者张红叶摄影 分享